在半山路上有家藏龙面馆 老板姓吴 老吴说 他工作的地方位于半山人流量最大的公交终点站附近 边上有省肿瘤医院 半山社区医院 半山公园等 来往的人很多 夏天天气太热 老吴就想 给别人准备点茶水 也费不了多少功夫 于是 他免费在自家店门口送起了凉茶 这一送 凉茶就送了16年 说到这份坚持 老吴说 这是父母亲教的 这跟我们母亲跟父亲有关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母亲经常让我们去看望一个 就无保护 那就是没小孩的 那么我们小时候 扎了个雨 我母亲要把最大的雨挑出来 烧好之后让我们拿过去 那么我父亲也是个泥瓦工 经常也帮别人 修修补补 人家房子漏水了 在哪里人家造坏了 那么他修修补补 那么从来不可以拿人家的钱 2013年9月份开始 每逢周日 老吴开始在自家的面馆里 免费发送腊八粥 一小碗腊八粥 老吴要用黑米 糯米 银耳 红枣 枸杞 花生 葡萄干 核桃 红豆 和一人等食材熬煮而成 每个周日上午 老吴的面馆门口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300份腊八粥都会派发一空 老吴说食材成本加上碗筷 一个月下来成本就要2000元 可是只要街坊邻居喜欢吃 这点钱算不了什么 他只想把这份爱心坚持下去 老吴的善行并不止于自家门前 每逢节假日 老吴还会给周围社区的孤寡老人 和附近的福利院 送去自己的一份爱心 有时是些水果 有时是长寿面或腊八粥 有时是棉袜棉帽 等生活必需品 这个食材烟 这个食材烟 坐下来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 特别是我们送喇叭座凉茶到社区 有些爷爷奶奶 你八十多岁九十多岁 哎呀 他说谢谢 韩生说叫贾亚妮 你给我烧了真好酒 所以说我有了这样一句话 哎呀 我说要坚持 再坚持 再去做 一定要把它做好